今天有人问你看了新名晚报了吗 很多人都说什么人了 你还看新名晚报吗 确实很多人已经接触不到纸质的媒体了 但是没关系 网上也有啊 网上今天新闻新名晚报报道的一则消息 确实让人蛮震惊的 当然也是意料当中的 也就是说深花确认 吴金贵不再担任球队的主帅 这个球队呢已经解除了吴金贵的主帅的职务 当然这里面潜藏了埋藏了一个地雷 就是吴金贵之前和俱乐部签有一个合同 在他完成任务之后呢 俱乐部应该优先的或者说无条件的续约 所以吴金贵呢一直坚持这个加一的合同 而俱乐部方面显然不想让他继续的待下去 而因为俱乐部已经选择了这个来自于俄罗斯的主帅 同时呢也将会把这个谢辉招回来 谢辉将出任中方的这个工作组组长 也就是说谢辉基本上是确认回归生花 这一次经过大连人的外放啊 那谢辉对生花来讲应该是一个新的希望 但是吴金贵下课的事情却搞得这个不是那么清清爽爽 吴教练到底走不走离不离开 如何离开还仍然有一些悬念在 仍然有疑问 但是大势已去 我想吴教练肯定也不会为这个之前的合同里面的 这些条条款款而纠缠不休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